各位关心历史素养命题技巧与解题策略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 那今天很荣幸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历史素养命题的一点点小小的心得 那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今天大概我们的报告流程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我进行了三个W 也就是What 什么是素养 然后历史素养是什么 那大概是一个第一个命题 那第二个就是谈What 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历史素养来评量学生呢 到底历史素养的成为一个考试的重点 到底它的一个时代的任务或者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第三弹是最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素养的这个事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命题 它背后的规则是什么 还有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学生来进行解题 大概就是这三个部分 那其中在What跟Why的部分 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些理论上的认识 那How的部分那就是实物了 那既然我们要去解题历史素养试题 那当然我们就以去年的所谓的历史的指考来作为一个范本 那也就是指考是怎么出 它背后的理论是什么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解题 甚至如何去命制 我想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 OK 那事不宜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要先跟大家谈的就是什么叫历史素养 历史其实是史家他去记录过去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文本啊 它的组织它具有时代的特色与意义 而且它是一个连贯性的故事 那这个定义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把历史当作是记录过去 但是并没有去想到 为什么要记录过去 它是片断的吗 还是有意义的 它是断裂的吗 还是连贯的 或许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再去反思一下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历史其实是具有时代特色与意义的连贯性故事 那历史这个是为了人而诞生的 所以它的主角往往是人物 那故事既然是由历史人物的生活中的情节所组织 那这个情节它就需要个背景 背景就是当时候的时空环境 那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人物作为这一个场景里面的主角 那当然就会展现出它的能动性 那这能动性也就是它的渴望 它的想要 还有它的动机 它的欲望 那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去读历史 就要去理解当时候的情境 而不是只是背诵 这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学到历史素养 好的 那再来 那历史其实所谓的历史 严格的说是历史学家所创造出来的 那历史学家怎么能创造历史呢 他首先他一定要去理解过去 但是过去啊 其实这个场景他已经被破坏了 他并不是一个好端端的 或者已经早就准备好的 等历史学家来整个拿走 所以历史学家常常是要拼贴 常常是要还原 常常是要去推论 但是这些都一定是要建立在 记录过去的一些证据上 甚至背后还有历史学者 对于当时候的时代的理解与想象 也就是所谓的时代脉络 然后透过这些文本 他来回答他心中的问题 然后他就会形成 他对过去 他心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有推论 甚至有新发现 那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或者是根据 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史学家的时代的理解 所以他一定是进入过去的理解 好的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重点了 这些史学家他要去编织故事 他其实是有技巧的 这些技巧必须要符合 历史学科的纪律或加法 那这个纪律或加法 就是历史素养 好的 那我想我们就开始吧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明显的 可以知道历史 其实包含了两成的意义 第一个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 过去发生事件的理解与叙述 那历史的知识 在这两个概念里面 第一个讲过去发生事件 其实它就是这种实质概念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历史的事实 或者历史的知识 或者历史的人事物 那第二个 我们怎么 我们作为一个后来的人 我们怎么理解过去呢 那这个就是如何去建构 过去的方法与能力 也就是我们刚讲的历史的概念 那这个历史的概念 它其实是历史的本质 学科的一些学能 也就是这个学科怎么形成的 它有一些惯例 它有一些规律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纪律与加法 那背后就有历史学之 所以存在的意义与架构 好的 那我们的历史素养 就是指第二层次的概念 那关于历史素养 这个词啊 其实有很多家不同的定义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 其实是比较偏向于 英国的历史教育 那这个不是说 我们特别喜欢英国 这个是目前 我们根据我们的素养的命题 发现其实它比较偏向于 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以英国的 历史概念的这个观点 来解构 来解析 我们台湾的所谓的历史的指考 为了要让大家有更生动的 一个视觉的一个看见 我就以冰山为例 我们一般讲的历史事件 其实就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人事物 其实这些人事物啊 其实它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 它并不是无根的 也就从图像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底下有一大块的冰山 在撑着它 很可能露出的只是一小部分 但是能够让这一小部分露出来 完全都是因为底下的这些架构 那这些就是历史概念与叙述策略 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历史书 好 那我们如果把它还原起来的话 其实在我们平常在沟通 或者是在讲授 或者是在电视上我们看到的一些 谈到的一些过去的历史 它就是这种语意的知识 那在台湾呢 我们或许可以按照我们教科书的测别分为台湾史 中国史或叫东亚史 那另外就是世界史 那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知识 它的底层 其实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策略性知识或程序性知识 也就是历史这些知识如何形成的方法与技巧 也就是这学科的概念 那大体上可以分为 持续证据变迁延续英国神路或程序 那一般来说比较偏重是左边 也就是持续证据变迁英国跟神路 那我们今天根据110的历史的指考来讲 也是主要也是这五类 所以等一下我们去分析 所谓的历史的素养命题的命制原则 或解题题巧也会偏向于这五类 好 那我们就开始谈历史素养了 历史既然是史家阅读过去生活的文本 将这些文本组织具有时代与意义的连贯性故事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历史素养的第一步就应该要像史家一样 怎么样阅读 因为你要成为要学会这一门学科的基本学能 那这一门学科基本上不是任何一个人创建 是历史学家创建的 也就是优秀的史家 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看过去 整理过去 甚至建构过去的方法 那他的这个方法当然就是素养 可是他在展现这方法的时候 因为历史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 他不是现在 像我们有很多学问都是现在 像地理啊 公民 对不对 那甚至有一些是不受时空影响 像数学啊 是不是 那物理当然也是啊 但是历史却不是 历史它是不存在于现在 它是在过去 那你要认识过去 你往往需要透过过去的史料 可是过去的史料不会说话 曾经有有些历史教育的学者 讲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辟语啊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析 他说这些过去的记录 过去的文本 是一个害羞的一个一个一个小朋友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小朋友很腼腆吧 那你要让他说话 往往很难耶 对不对 大家我想大家都有印象吧 你可能要去给他的糖果 或者是你要给他 要问他一些问题 而且还是他有兴趣的问题 那还要看他 你可能要带个笑容 对不对 你要看他的心情 看他对你信不信任 你们才有可能对话 那在进行这一段过程里面 你要先认识你这个小朋友的个性 也就是阅读 你要先读懂他 所以历史素养的基本的能力 就是从阅读开始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史家要去编织这个故事的一些手法 他是需要符合纪律与家法的 这就是历史素养 那这个历史素养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叫历史解释 但是历史解释太大了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比较 就是在历史解释里面 我们把它分门别类 也就是非常的深入的 告诉大家 其他就是因果变迁 神路 证据 时序 还有陈述 那我们主要强调是前五个 OK 那所以说我想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也就今天等一下我们要去解题 或者是来传达什么叫做 历史命题的素养 会分两部分的 那这两部分 当然就是所谓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阅读素养 那第二部分就是历史概念 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来教历史素养 那我想在108科纲实施到现在 大家对于素养的定义应该耳熟能详了 素养是种面对现在与未来挑战的知识技能与态度 那在这样的定义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名词叫VUCA VUCA简单来讲 它是由四个英文字评起来 就异变性不确定性 复杂性跟模糊性的字首 就VUCA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教素养 因为我们的孩子 其实也不用说我们孩子 我就以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成年人 其实我们遇到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你看这个疫情 变化的真的是 无法预测 而且甚至也只能硬的头皮 然后勉励的去应对它 那这种应该是会层出不穷的 它不会从此就减缓或消失 尤其当气候暖化之后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已经连锁反映一种系统性的变异 甚至相互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 单纯的过去的知识 已无法去面对 现在与未来的挑战 所以我们要教素养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 作为现在的我们 其实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未来 对不对 未来一直影响我们 对不对 大家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我们现在讲话 这句话一讲完 它就变过去了 但是未来却一直来 一直来 那这个未来 大家知道AI 大家知道 无极端气候 那甚至疫情 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有趣的是 我们这一门学科叫历史 历史不是面对现在与未来 历史是转过去看过去的 那偏偏这个过去又是不完整的 因为它往往很可能是破碎的 那更重要是各说各话的 我想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到 好多件事情 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 而且这不同的说法 好像不是 不是我们现在的 过去人就不同说法了 那过去已经不完整 又不同说法 所以历史真的是一门 很难的学问 那这一个很难的学问 先天就有它的一个弱点 这个弱点当然是针对素养来的 素养是要我们朝向现在与未来 那偏偏这一门又朝向过去 那它朝向过去也就罢了 它又破碎 它又多 它又多亿 又差异很大 它又不完整 所以历史素养更是难上加难 好的 那也因为如此 所以光要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教育专家提出来了 那最常被拿来应用的就是叫概念 因为其实我们的知识跟技能 人类的知识跟技能 其实我们不是好像收集很多很多 那个片段的那个积木片 然后装到我们脑筋里面 不是这样的 我们人其实是有认知负荷的 譬如说有心理学家去研究说 譬如说一堆数值 大概人大概能记多少 那以往大概在五到七个 可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资讯量爆炸 人的脑筋里面 虽然说我们现在在看荧幕 其实我们脑筋里面可能还挂念了其他事情 所以有人说可能是五到七个 可能要缩减了 可能大概三到五个 那刚刚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人脑不是一件一件事情来处理事 人脑是会去统整 然后它会萃取 那这个就叫做概念 那是不是既然人脑是用概念来认识现在 那为什么我不能交概念 来让它去因应不确定的未来呢 好的 也就是去面对这个VUKA现象 那目前来说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有两类的概念 也就是两类的知识结构 或者是我们说课程结构也都OK 左边的这一种是 叫做知识结构 也就是事实主题概念 那通则 那右边的是所谓的能力结构 或者历程结构 就技能策略 历程概念跟通则 那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我们来谈 谈那个 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那大家打开电视就看到很多很多 对不对 很多事实 比如说俄军现在打到哪里了 那美国英国又提供多少军援呢 未来 那到底要不要加入北约呢 德国法国的意见是什么 这些都是 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个主题 也就是列了这些主题 我们或许这些事实会列个主题 这些主题或许 有人叫做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 或许可以这样子这个主题 那上面叫做概念 概念里面有战争 有竞争 对不对 然后甚至还有 有没有可能是灭绝 有可能 如果这个引发的世界大战 可能这个概念就是灭绝了 那当然这事情还在发生当中 那如果我们从这边得到的一个抽象的教训 就是原理跟同哲 这就是所谓的概念 是什么 那相右边的这个当然就是技能 那技能就是我们怎么去学到的很多很多事物如何去做的技能 那这两个 有知识跟历程在每个学科都有 那大家应该很聪明 那大家应该很聪明 我们刚刚讲的历史素养 它会比较偏向于历程结构 所以说 知识当然就是教科书的知识 或者教科书背后的科刚所规定的知识范畴 我们绝对不是处理所有所有的过去的知识的 我想大家应该同意吧 在新科纲里面就不太谈美术啊 更不用讲音乐 思想也只有一点点 它可能比较偏向于统治 人口迁移 对不对 那甚至还有战争 知识 那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特别的知识范畴 所以知识是选择的 那历程结构是正门学问之所以 存在的一个理由与方法 它可能是比较不便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透过历程结构里面 就历史素养 来去解构历史知识 那这些就是所谓的解题 命题的策略与解题的技巧 好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学这个历史素养啊 其实就是要用概念来因应不确定的未来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所谓认知负荷 的确 就是说 其实 事情 要学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多了 我想这个应该 大家应该是无法否认的吧 对不对 你看线上 为了疫情就要线上 线上有那么多软体 那还不是要学 不是吗 对不对 不仅老师要学 家长要学 学生也要学 是不是 那这么多的知识 我怎么学 还有就是我学这些要做什么 有没有一种教得少学得多的方法呢 或许透过认知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或许可以更能够清楚的看到概念的重要性 好 当代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啊 当然他们是透过一些西洋棋的这些高手 他应该有想过啊 诶 比如说我们下棋 我想大家应该有下棋或打牌的经验 我们都最希望如果要精进我们的棋艺 或者是牌技 就是跟高手来学 那我想问大家 那高手要跟谁学啊 在那个金庸小说里面 有一个叫独孤求败 我想他就是这种心情吧 他哪有对手 他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所以作为一个高手啊 他很可能 没有当事人 没有人可以跟他互相比较学习 那你这样你可以知道那个画山论剑 为什么 为什么看起来就是一个打斗 可是这些参与者为什么那么兴奋 因为终于可以找到高手 那如何可以知道我学得好不好 我会有没有进步 那就要跟高手过招啊 那心理学者 认知心理学者 尤其是1990年之后出现一个认知革命 大家开始关心大脑的运作 那他们发现学习这件事情是个很专业的事 所以他们去找最会学习的专家 去分析他如何学习 那西洋旗的这些高手 他们往往都去下旗谱 也就是残局 五五坡的这个旗谱 然后他从这个旗谱里面 当然这些都是高手累积下来的一个 没有办法破解的公案 然后他去想说他如何破解 他很可能先在白方 后来往黑方 或者是象棋的左右两边 或西洋旗都有可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会去模拟想象 对手会怎么走 然后接着他又去换另外一个 在模拟想象 那这些因为都是 经过很缜密布局的一个残局 背后有非常多的心思与设计 那他在这当中 他所学会的辨识的能力 也就是刚刚讲的技巧 下棋的技巧 或下棋的这个本职学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序 就第二层概念 就会很正常的 就很增进他如何去运用 而且甚至去对于这一门学科的理解 那这就是概念 那历史概念呢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 我们跟谁学 我们跟高手学 跟谁是高手 不是古人 因为古人已经过去了 我们跟理解古人 甚至把古人所留下来的资料 正变成证据 然后讲出一个有意义的连贯性故事的史学家学 那学生 不是是学他如何去组织材料的能力 好 那这就是历史概念 那我们甚至 因为当时说呢 我又不想读历史系 我也不是历史学家啊 诶 是是是是 所以你可以先从阅读开始学啊 对不对 那历史知识基本上就是说服读者 让读者去生利其境的一个阅读历程 那我们或许可以从如何阅读开始学 那第二个学会之后 然后再去破解他怎么做 历史学要怎么做 那这些是他去解读 解读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变成个资源库 拿来去分析说 诶 现在发生的事情 或未来发生的事情 诶 我们应该如何因应 这就是 学历史素养的目的了 好 那透过 透过了很多教育学者 或心理学者的研究 他们发现说啊 要从所谓的了解历史专家的这个技巧与能力 的第一步 其实是可以从他写的文章开始的 也就是他文章如何组织架构的背后的模式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本职学能 也就是他的加法与纪律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聪明的读者 应该要去识别文本的架构模式 也就是他的结构 那这就是第二序 所以其实他不会很难 不用说我要去读一本厚厚扎实的历史名著 我才能学会 不用了不用了 我很可能在某一段文字里面 我们透过阅读 你就他就在教你了 那也因为透过阅读 你就可以去学会 那文本基本上 尤其是特定专业的文本 像历史学的文本 他就是要写 他就是透过历史的专业的纪律 与加法所写出来 那我们去解读他 那这个不就会去学会他如何写 那甚至 甚至我们也可以学会说 那我也可以如何去创作 或者是如何去分析 而不再停留说他写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先从what跟why开始讲 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部分有一些清楚的概念的时候 也就是你不懂什么叫历史 你不能讲不懂 就是说你可能你认识的历史 跟我们现在要谈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因为背后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那如果你能接受我们现在谈的历史的这种定义 那你应该就更可以去了解历史素养为何 那再来 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学这个 那这对学生有什么帮助 这就是我们刚刚透过这样的分析 想要来让读者们能够理解的 好 那所以说我们就要进入how的层次 那刚刚有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了 也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解题 是从两个部分开始 也就是我们认为历史素养的试题的命制 他既然他的命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学会历史素养 或者测验你有没有历史素养 所以历史素养基本上就是命题的关键 就是他就是组织架构的原理原则 那他基本上可以分两个层次 就是阅读素养跟历史概念 那我们先第一部分先讲阅读素养 第二部分讲历史概念 好 那阅读素养其实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了 第一个部分就是从解构文体的角度 我想刚刚各位应该有听懂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就是说 任何学科都有他的特色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特色往往是形成 他如何去组成 也就是他如何去展现他自己 他展现他自己 他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101 我们来看双子星 或者我们来看所谓的四合院 你会发现他盖房子 光一开始的那个架构就不一样 不要说钢筋水泥啦 包括砖块 可能有些是用砖块 有人是钢筋水泥 他的设计图写的就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把他的那个外表给拆开 我们来看他如何设计 那每一门学问 他就像那个建筑屋一样 他盖出来就不一样 那盖出来不一样 但不是因为他的砖块或玻璃 用的跟人家不同 是他里面的架构不一样 好 那或许 如果我们这个理论 大家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现在把它缩小成什么 缩小成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段题概 他应该也是有他特殊的结构吧 那我们是不是从这特殊的结构 来解析 甚至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或者他是按照什么原理写 这就是解构文体的角度 好 第一点就是 我们目前的考题都叫做说明文 但这个是所谓阅读专家的定义 说明文简单来讲 就像报纸啊 像那个包括我们都说明书啊 对不对 或者是导览手册啊 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的 那希望你能够清清楚楚了解 这些事情里面在讲些什么 这叫做说明文 那说明文里面非常的多啊 教科数就是说明文啊 那考题是不是 当然是说明文啊 他其实他就是告诉你 我讲的这段资料 然后透过这段资料的线索 来测试你懂不懂 能不能透过这段资料 然后你展现出 你大于这段资料 或者是能够去分析这段资料里面 没说清楚的部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如何解读说明文是有技巧的 而且已经很多所谓的阅读专家 已经提出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具体的见解 大体上分为概括 序列 因果 这三类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按照 这三类的模式 来跟大家讲 好 先谈概括 概括是什么 概括就是 透过掌握 事物的特征 或主要的概念 然后来分析 归纳 这个对象 你要讲的这个对象的特色 那这样讲 或许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还是很复杂 其实我们就讲第一题好了 就是去年的指考 也就是七月 考的这个指考 当然现在就要分科测验了 它的第一题 好 那第一题 我就带着大家念一下好了 连横台湾通史 秩序云 扶台湾 故海上之荒岛厄 避路蓝旅 以起山林 以至于金世代 至于金世代 故至海通以来 西立东建 运汇之区 莫可主二 又说 从这些字句 可理解 连横的观点 是什么 好 那答案 当然已经 跟大家讲 是猪啊 那我们 要怎么 去了解呢 首先来看 第一个 他其实 主要他要问你说 这么 他引用的 也不是所有台湾通史 他就引用这两段 连横的话 请问从这两段话里面 你可以知道 他的观点是什么 那这不是就是统整 也就是 你可不可以归纳出来 连横到底 他是带着什么样的眼光 来写书的 那你说 那我要怎么 去解题呢 那就很明显 就从他引用的 这些文字里面 他基本上 是汉人的角度 不知道大家 看得出来 首先第一个 台湾故 海上之荒岛尔 故当然 就是一直以来 连横 大家知道是清朝人 清朝末年 甚至他还有 跨到日本统治 那连横 这个时候 也就是十九世纪末 他说台湾 一直都是海上的荒岛 然后碧露燃驴 以一起山林 那连横 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大家 会觉得 这个 这种说法 合理吗 这种说法是 符合世界潮流 结合文献考古 还是台湾原住民 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固 那个固制 用得太固了 太顽固了 台湾不是 从清朝才开始 被开发的 荷兰时期 更不用讲原住民 所以光这样讲 大家就觉得 嘿 是是是是 你用荒岛 这个字 好像对不起 前面那些的 第二句话 就更堵了 同为我祖宗 渡大海 那请问 连横的祖宗是谁 当然是汉人嘛 不是原住民 更不是荷兰人嘛 所以他是不是 骑士 上面这些人 也就是这些人 渡大海 来拓持师徒 来毕露 蓝旅 以起山林 那之前是野蛮 现在是文明 那是不是 汉人的 开拓角度呢 连横讲的 这么多话 用一句话 告诉我 这不就 该刮吗 我想这样解释 大家应该 可以理解 好 这种题目 非常非常的多啊 好 接下来 我们一样来看 1110指考的 第二十五题 十五世纪后期 葡萄牙 西班牙 积极开拓 新贸易航线 是欧洲最早从事 海外探险的国家 葡萄牙人 率先沿非洲 海岸探险 来到东方 西班牙人 则转而往西航行 意外到达美洲 1494年 两国在教宗主持下 签署 托德希拉条约 以大西洋中 约西津 46度半的 植物线为中线 划分势力范围 以西归属西班牙 以东归属葡萄牙 当时双方读史 划分世界 依据的最主要原则是 那关于这一题啊 我想很多老师会觉得 这一题其实 应该是记忆题吧 没有错啊 如果是旧科纲的话 当然这个已经是很旧很旧很旧了 他应该是答案就是 发现的先后 对不对 因为这些 这些他们所归属的地方认为是 他们是先赞 谁先赞 就谁先得 那如果 如果他是记忆题 他题干应该是 1494年 西班牙葡萄牙在教宗主持下签署 托德希拉条约 然后划分直五线 西归属西班牙 东归属葡萄牙 那划分的标准原则是什么 他不用讲那么长啊 他只要考 托德希拉条约的划分原则就好了 这才叫记忆题 那我们现在把它算入概括的意思就是 其实学生不一定要懂那么多 也很可能不同的版本 不一定每个版本都有写 但是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也就是15 16 15世纪 所以葡萄牙跟西班牙是 他们是率先对 积极开拓嘛 那你刚刚有提到 你看西班牙葡萄牙人是率先来到东方 那西班牙人是转向的 所以他们是先行者啊 那透过这样的先行者 你或许可以了解 发现了先后这个答案 应该比较符合这一个条约签署背后的原则 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 也就是很阅读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似乎不是记忆题 而是一个阅读中的概括题 透过这一题的分析 我想大家应该更能够理解 为什么阅读素养 可以作为一个密题原则 或解题技巧 只要你能够熟练这个技巧 在现在的考题 这个考题当然就是比较长文 长文就讯息多嘛 那这个讯息 当然是为了服务 成为一个考题而存在 所以他应该有非常多的讯息 是足够让你去统整 归纳他的原理原则 好我们再来举一题 这一题 七到十三世纪 奥米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 先后统治伊斯兰世界 学者比较两者的差异 评论说 到阿拔斯王朝时 尽管阿拉伯人在政治上 能发挥重要作用 但波斯人 埃及人 和其他民族 也能够分享权力和财富 从这段文字的文艺 反向推论 这位学者认为 奥米亚王朝的统治特色 是什么 那这一题 我想应该就没有老师会说 是记忆题的 因为没有课本在写 这就是有意思的点 那你要会 你只能读题干 也就是学生的会 是在考试中会的 那他必须把这题干里面的 讯息加以统整得到归纳 才能知道是诸 那这一题的设计 比较敖口一点 也就是他先讲 奥米亚王朝跟阿拔斯王朝 他们都统治 可能是同时 有一点先后 但是同时统治 阿拉伊斯兰世界的不同地区 但是他提醒大家 就是他要讨论的是两者的差异 不是同是差异 所以说你看 他其实 其实这种概括题 他要能够去问一个学生 从来没看过的讯息 资讯 他一定要有充分的 提供的这些资源 所以你看 他说 阿拔斯王朝是怎样 阿拔斯王朝会分享 会希望各种不同的人都来 那 他还提醒你 反向推论 所以其实 出题老师是很佛心的 一直说 我是考不一样 阿拔斯跟奥米亚是不一样 一个是很开放的 一个不就是很怎样 很紧缩吗 也就是我只用阿拉伯了 OK 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觉得这个猪要来选对 应该也不会很难 那应该 大家应该都可以肯定 这就是阅读题吧 因为讯息远远超出记忆 超出教科书 那 题干所给的讯息 一而再的告诉你 你应该选哪一个 好的 那这就是阅读题了 那我们现在 来谈一下概括 概括基本上就是 透过掌握概括事物的特征 或主要概念语句 来分析与归纳所要说明对象的特色 在刚刚我们解的这几题 都有用这样的技巧 都有具体具体的呈现 这样的技巧 那我们再统整几个解题的一些策略 第一个 你一定是 它其实就是你会不会抓重点 也就是摘要的能力 但是啊 从刚刚讲的这几题来讲 尤其有些题目是 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那你就变成你要很会 抓到文本 就是题干的阻止于要点 这个就非常的阅读 阅读能力了 也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一点展现 也就是在学校里面 老师培养你的这种阅读素养 现在给你看一个 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也就是教育学要迁移嘛 让你测试一下 你有没有这能力 你有没有这素养 好 那它大体上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要真的要很好的阅读 我在学校常常就是提醒学生啊 就是不要相信你的脑 要相信你的眼 什么意思呢 常常有些题目啊 它就是要跟教科书不一样啊 教科书给的讯息啊 很可能是过去的研究 或者是某些角度的研究 那历史本来就很多角度 而且它一直在更新当中 要找到跟教科书不同的研究 或者是发现是很容易的啊 如果你只相信你的脑 有你的记忆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 但是你要相信你的眼啊 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好 第二个 就是那个最后 题干最后的那个提问句 盖瓜 到底要盖瓜什么呢 你应该要从提问句去找到线索 然后再去第三个检索文本中 符印问句的 它就是答案了 所以难不难 不难 但是啊 我觉得这一定要跟学生讲 因为学生要去理解 就是说 学生他还是很容易把历史当作是一个贝科 那他来到高中的时候啊 其实他会适应不良的 你们要发现 如果是贝科 你怎么可以考出课本之外的东西呢 课本没有在讲奥米亚王场 也没讲他跟阿拔士的不同 那你为什么 课本越编越少 题目越写越多 或字句越来越长 这不是矛盾吗 在这中间里面的 如何解决这矛盾 就是阅读能力啦 阅读素养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一定要跟学生讲 还有就是说啊 其实这不是国文课啊 很多学生他就会说 那这不就是国文老师 我国文课在做的事吗 哦 不是不是 已经很苦口婆心跟大家讲 历史素养的第一步就是阅读啊 历史是建立在阅读之上的啊 没有阅读都不可能产生历史 也就是历史的产生就始家 他要去他要去创造个历史书 他一定要先从阅读开始 那同样的道理 因为我们在讲一个你不认识的过去 甚至有些学者他讲的叫做陌生 他是一个陌生的过去 有点类似外星球 你不要认为说 我们去谈日志台湾 其实台湾是一样的 但是很可能想法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他是个陌生的国度啊 那你要去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你透过 必须要透过历史的文本啊 那你怎么去透过 当然是读啊 阅读啊 所以这个不是国文科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历史脉络的 历史的时空脉络的 这不是只是四字而已 好 不管怎样 我们已经解释了第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来谈第二个了 第二个策略叫序列 序列就是用有规则的方式来怎样 来说明时间或空间 那这有可能就表格嘛 或者是进程嘛 分歧嘛 然后描写 每个阶段 然后甚至来比较他的差异 这叫序列 也就是他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讯息 他可能是好多个讯息 那这个讯息里面 他们应该是透过处理过的 也就是他们背后都有 比如同样的时间 或者是同样都是某一类的讯息 那透过这样子来表现差异 好 那我们来举一题 这是110指考的33题 他说台湾开港通商以来 进出口的贸易增加 然后这个表 是海关统计从1868到1909 然后台湾主要出口的商品的 总值的年平均的比例 那他问你意义是什么 好 那答案是稻米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解 当然这一题 我们也可以说 他也不是记忆题吧 谁可能背那么多 对不对 也没有哪一本课本写这么多 而且很可能 也不是每个版本都写的 是 那大家就想到 有啊 有写啊 是啊 有写啊 有写开港的茶堂章啊 没有写稻米 哎 这就是很明显啊 我们 如果我们把 校科书当作圣经 校科书有写就是真的 没写就不存在 那你这一题就不应该回答到 因为 因为我们这样开港 通常都嘛在谈茶堂章老 所以这一题他一定是阅读题 也就是他给了很多 你超越 增多余 多很多很多 教科书外的讯息 然后他用排列 他把第一个分类了 分为四类 应该是五类了 还有个其他 然后按照时间来分类 然后由早排到晚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都有一定一定的一个一个时间 时间序而且明确 那透过这个明确的时间序来问你 以可能是什么 是不是 那是不是很序列 OK 那这一题 我们来看 他的解题策略其实不会很难 当然就是以时间顺序跟其他项来比较 然后放入历史相关脉络 大概就这样 有几个解题的要点 第一个就我刚刚其实不小心就带到 从1860开始就开档了 可是已在第一阶段却是缺席的 这缺席有几个原因 有可能是没有记录 或者是他是负的 也就是他其实 其实不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出口 很可能他还进口 OK 那还有可能是什么 他不是重点 所以你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他绝对不是茶堂章 或许这也是一种一种方式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 他一直持续在成长当中 尤其尤其 进入了1895之后的日本统治之后 他一直持续成长 但是其他项却有消长 有消长 夹丙丁都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甚至你看丙 哇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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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跑 对不对 那你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那就要回到日本统治 那日本统治的时候 这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 外销的产物 所以 开港 茶堂章脑 那日本统治应该是 米糖相克 是不是 所以你这样子来分析的话 而且再加上农业的改良 就是日本统治时期 台湾的 那个所谓的盆乃米 对不对 这个这个所谓的米的改良 那这个米的改良 是不是让稻米成为一个 主要的出产品呢 所以第一个 先比较 跟其他项比较 再放入时空脉络 这样子来解题 解序列题 好的 那接着我们要谈第三类 叫因果咯 先谈定义 因果就是说 文章里面 会呈现因果关系 那他常常就是 问你因 或者问你果 所以在这个文章的 字据与字据的关系里面 常常会隐含着 或者是很明显的告诉你 因果的连结 所以他会出现原因 结果造成引起导致 然后就问你 因果谷 这就是说明文里面 很容易出现的一类 叫因果 那我们可以用 因果策略来解构它 110指考第四题 史家讨讨论 美国革命时指出 1763年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 他击败法国 然后确保 北美13个独 殖民地的安全 但1776年 北美殖民地 却起来反抗英国 爆发独立革命 夏利盒子最可能是史家推论的美国革命之一 好 那这一题啊 其实 也不会算太难啦 这题答案当然是 A嘛 那我们如何从因果来解题 而且 而且 是用阅读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啊 做各位老师 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这一题 或许是记忆题 其实 我基本上 我也同意 也就是这一题其实很简单啊 也就是学生很可能 他就 他就直觉反应 他就选A 因为课本是有A 但是有些教科书 他比较详细 他会还会带其他的理由 所以学生很可能就会困惑 那不管怎样 其实阅读是可以帮助你的 怎么说呢 第一个 英国 刚刚有提到嘛 也就是他的 他的文章基本上就是个英国的架构 那你就要找出英国的关系啊 他讲说 英国 为殖民地发动战争 对不对 目的就是要维护殖民地的安全与和平 但是却导致殖民地人的不满和革命 是不是 那你从中当中 你就会出现出说几个 让英国这样的矛盾 其实他用阙 这个字就是他是个矛盾 我对你好 我保护你 结果你 还背叛我 所以他用阙 那 合理的解释是什么 也就是 你一定要在这个矛盾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平衡点可能就是 我为你打 但是 钱谁出 你总要出一点 对不对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加税 所以你不满 所以你革命 是不是这样子就更合理了 那 大家会说 那 这样子解 似乎是很符合他提干的那个叙述 对不对 那你再看看他原本的题目 原本的题目似乎就没有像 A这个选项那么的合乎因果关系 其他的你说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不在于他这样的文章的叙述 比如他提干的叙述是 我觉得是个很刻意 因为他很刻意 所以他认为足够让学生去叛读 背后隐藏的因果关系 好 那这就是因果策略里面解题 就阅读来讲解题的一个方式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第二类的阅读素养 阅读素养刚刚讲有两类 第一类其实它就是结构文本的这个结构 第二类就是从促进阅读的角度 什么叫促进阅读 阅读是大脑的运作 它不是眼睛的运作 是大脑的运作 人不是一张白纸 那你同样的 我为什么能够读懂 或者是我今天 大家为什么能够懂我在讲什么 因为我们背后 这你跟我背后有很多相同的字元与资料库 所以我想阅读 你懂我在讲什么 我想促进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外国人不定懂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中文的这个脉络底下 语境 那既然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底下 那其实我们的脑 也就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 不管大脑的世界 或者是文化的影响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不是一张白纸 那你在编读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在帮你整合 就是在吸收 不是读完才吸 是编读边吸收 那这就会出现一个叫未预测 什么意思 心理学来讲说 在阅读文章当中 脑中自然会开始出现一些背景知识 然后在因应所接触的文字语句 因为大脑会统整前面 就是跟你之前所读的 跟你现在看的 然后来统整来统整 然后就会重要的是 他在统整当中 他就会方便整合 未来要面对的新知识 所以我不用把文章读完 你就是要下一句是什么 这样大家知道 所以他叫做未完成句 也就是他一段资料的最后 往往是出现在最后 然后空吧 请问最后应该填什么 你会说 有这种考法哦 是啊 有这种考法 110就考一次给你看了 第五题 1930年代后期 英国采取姑息政策 以因应希特勒在欧洲的扩张 但当时亦有论者不以为难 并评论说 采取姑息政策太过天真了 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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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句话 最适合承接这一句评论之后 且最能说明这个评论的理由 当然当然是A啦 那这一题啊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一题绝对不是记忆题 因为如果以传统的历史 历史就是 教科书就是感觉上 他好像是上帝的牌眼 你知道吗 法西斯出现了 就一定会要姑息主义 然后接着 法西斯又去得姑息主义者的不满 最后姑息主义者 没办法 忍不下去了 他就二战 他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线性的排列 他没在这个里面的缝隙里面 或者是排列的论述里面 没有 没有说 没有说 反对姑息主义 也就是在西方的阵营 当希特勒或法西斯扩张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说 他要姑息 其实有些人是不姑息的 可是他声音比较小 可是他现在问你 这些人 他的论点是什么 所以不是记忆啊 因为课本没写啊 课本都是写主流的声音啊 没有写一些 很重要 但是 微小的 的这个 闷闷闷闷的声音啊 可能是 读白或难难之语 或者是 一些 非主流的 报刊杂志的评论 或者是 小市民的信声 OK 那这一句 当然 他是要怎么解题呢 来我们来提供几个方法 第一个 一定要先读完 但是你要切记切记 语气与态度 这种未完成句 他很喜欢考什么 考 出乎意料之外 什么叫意料之外 就是跟教科书不一样 也就是他其实是在 在 在 讲惩罚 可能有点过分 就是有些学生 因为题目已经做很多 都用反射动作 他最喜欢 让这些人掉入陷阱 所以他会去挑一些 课本没讲的 或者是 你没想到的 那 常常常常常会表现在 刚刚讲的语气与论书态度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词句像不以为难 评论 这些 这些可能就是 他的态度 你就要知道 那他不以 对姑息主义不以为难 当然就是认为 希特勒 早就 他不可能 满足的啦 你不要以为 给他那个 什么捷克 他就满足的啦 他还会继续过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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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大家要了解 论述态度 是解题关键 往往是这样子的 那这种未完成句 他有几种形式 也就是说 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个 很奇怪 历史可以考这样 历史是因为 这个出笛蛇 打到 因为这个 这个时候 没有墨水的吗 还是 不会写了 所以只好问学生 不是啦 他背后就 刚刚讲的 他是大脑阅读的理论 也就认为说 其实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读书 或者是你会不会 判断事情 就看你大脑的运作 你都是用记忆吗 还是你在边读就边想 还是你在边读当中 其实你已经在从资料库里面 去调一些资料 然后来因应 这不就是因应 这很像我们讲的素养 你要去因应 从过去里面 然后去因应 现在与未来 你有没有去调动 你这个过去 存在脑中的资源 而且态度 你可能要知道 我不是要告诉你 结果是怎样 是在过程里面 大家的心里面的感受 然后讲出来的一个立场 这可能是重点 好 未完成句 其实还有一种考法 就是 诶 题干如果把它当作个整理 它是不完整的 所以它是未完成句 但是它不像刚刚那一种 刚刚那一个就是 诶 一段过去的资料 然后故意控一句 它可以就是 诶 这一段之后 诶 请问我应该 最后补什么 才会让这一段很完整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好了 22题 110指考 英国西南部一处温泉圣地 室内有罗马神殿遗址 供奉的女神 苏利斯密内瓦 是当时温泉守护神苏利斯 和罗马圣地女神密内瓦的综合体 这是罗马帝国推动罗马化的一个例证 也就是答案是哪一个 也就是这一句 其实我想各位看到这里 应该就说 是是是 它就形式上是未完成句 但是它其实是考什么 诶 它其实是考概括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它是未完成句的变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其实是 就是这种现象告诉我是什么现象 对 所以它也是总结文本的重点展样 但是 但是 它就语句上或阅读上 却是预测未完成句的效果 OK 而且 它很阅读 因为课本也没写 是吧 所以你一定也是读了之后才是 哦 是是是 罗马其实也在做这种 宗教融合 或者是宗教拼贴 的这种事情 哦 当然 你讲整合也可以 它或许是一个拼贴 OK 好 那 这是关于阅读素养的部分 我们已经 讲了 应该是 我想应该是 蛮清楚的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 跟大家谈 号 号的部分的第二个部分 就前面是讲阅读书 第二个部分就是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 因为大家有提到它有分好多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要先来谈的第一个就叫时序 时序啊 其实它应该是最常出现的 但是它会有几种变形 那 我们不太可能把时序里面的各个部分 通通通都把它解读出来 我只能就考题常常出现的部分 我觉得它就这个就是在测验时序概念 所以我需要 需要先跟各位伙伴们先澄清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时间有限 第二个我想今天应该是个初体验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是很好奇 就是历史真的有疏养 历史真的有解题的策略 历史的命题 它有原理原则 那我们用学理的部分 来说服大家说 是的 它有的 那当然目的就是希望 你们可以用这样来命题 会议可以用这样来解题 这个应该是关键 那所以说或许 我们今天没有完全讲完的 当然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题目没有 出题者可能觉得这个不好处 或者是这个不适合 或者材料没办法去呼吁 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它没办法 但是我们绝对会用到 刚刚讲的这个概念会用五个 持续变迁 神入 因果证据 最常用这五个 等一下再 而且我都用110 也就是最近 让你知道说 我不太可能 当然也可以 其实我原本有点想说 我就用十年一直这样下来 因为你会觉得 目的当然会有个效果 就是很稳定 很稳定 所以很稳定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这样出的啦 那你说那我以前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 那现在要教得少学得多 那教得少就学原理原则嘛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 这一次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短讲的最重要的目的 学会原理原则 对不对 应用这些原理原则 然后来看各种不一样的题目 那这样子就会很轻松啊 好 我们先来谈时序 历史是一门时间的学问 而且这个时间基本上 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固定就是 它不是一件不变的事情一直延续 历史喜欢关心变 也因为有 在时间上有改变 所以你会出现说 应该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应该要给它分不同的段落 那这不同的段落里面 似乎可以怎样 可以分歧嘛 可以排列 好 那或许 我想大家应该就比较懂 什么叫时序了 那我们还是把学理先讲一遍 历史的中心是时间 与其改变的概念 历史中的时间 是用一个常规的日期系统来衡量 那而日期的重要性在于 它们使学生可以排序过去的事件 与过程的序列与长短 而学生要了解的概念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其他的概念 历史可以有备常理 明显的常规用语 可能不总是 他们看来的那个意思 也就是历史 很会命名 而且这个命名 其实 其实有可能 有可能会很有独特性 独特性 了解吗 就是说我们 我们常常 譬如说 譬如说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或许就会更清楚 史家不是用时间的片段 是用事件过程来划分时间的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那一天吗 不是 是那一年吗 不是 他是那个事件 而且那个事件 很可能要等到 袁世凯 袁世凯 当上总统之后才结束 不然的话 都还是在革命的期间 所以你从 武昌起义 那不是 那只是个开始 甚至有人 还把它往前 算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时序 的划分 不是硬性 它很可能 只要能解释 因与果 一套理由 所以它有可能 会很短 有可能会 不同的史家 就有不同的划分 OK 那但是它是很 历史学 很必要的 一个重要的概念 因为时间 它是个流 时间是 时间是中性的 而且时间 时间其实是个幻觉 也是时间 它就是我们人类 头脑 要去定义它 因为如果我们 不去定义它之后 我们好像 感觉上 没办法 说明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不是我现在 不管是 不只是我现在的位置 它过去的位置 它过来的位置 还有别人的位置 那空间 那你就地理 地理我们会有 京都纬度 或者是地区 这也是个位置 时间也是个位置 对 你会讲说 我在台北火车站 你哪时候 在台北火车站 你没有给我时间 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你有可能是去年 有可能是现在 有可能是未来 但是你没有给我时间 我都不知道 我要怎么去 接 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 OK 我想这样子 大家应该就比较懂 为什么要失去了 好 再来 那 因为它是一种 界定与区分时间的方式 它 有人说 当然这是学的 叫反直觉 所谓的反直觉就是 它没有个标准 它说怎么会没有标准 公园西园 这不是标准 这种也是 可是这种基本上 不是我们要谈的 它只是一个 比如说比较科版的 这种划分时间的顺序 大家说我们不是都这样吗 真的不是 我举个例子 你看 刚刚不是提到 历史学化的时间是 是用事件与过程 比如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 18世纪 那18世纪 是什么 18世纪 应该是 1700 我这边打错 应该是1700到1799 对不对 那个应该是19世纪 19世纪还是1800 大概算 对不对 那也有一种说法 也有一种说法 也就是 法国大革命 1789年前100 叫18世纪 所以18世纪 这件事情 似乎似乎 我们应该 要去理解一下 这个好像 好像不是那么 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不是从18世纪开始 然后到结束 不是 绝对不是 而且 刚刚讲的 只是一种 比较简单的划分 从1789年前 100年 也有人专门从 启蒙运动 最活跃的那些人 他们活跃的时间 来算启蒙运动 很可能也不是100年 所以 用事件与过程来划分 应该是比较好的 那举这个例子 我想应该 应该这样子 或许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我还可以再举别的例子 譬如说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何时 比如说文艺复兴 大家就讲14到16 是吗 那文艺复兴我们常常讲的 那三个人 他活200年 所以其实他不是那么 刻板的200年 也就不是100年 第二个 14到16可以 作为文艺复兴吗 那14到16 中国 中国可能是明朝 明他也文艺复兴吗 那非洲呢 台湾呢 所以大家就是 更可以了解 他是种世界 他是有特殊性的 他不是普世的 所以当我们去讲 一件事情的时候 讲文艺复兴 可能比较适合是在讲欧洲 尤其是南欧 尤其是意大利 而且可能就是意大利北部 所出现的一个思想上 或文艺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变化 好 这就是时序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如何透过 这样的一个题目啊 来讨论这个时序 其实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他的解题关键 当然就是找到 这个时代的特色 历史的这个时序啊 他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他认为时间 某个重要的时间 是有独特性的 他是不同于 他前与后的 所以他这个独特性 也就是他之所以 需要被命名 特别命名 或特别分歧的原因 那我们反过来来讲的话 就是找到这个时代的 时间的独特性 似乎是去学会或使用 持续这概念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好 那我觉得说 或许有几个点 这个题干 有几个点 似乎可以来让我们去判别 这个题目设计的 有图 有文 那在这段文字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 那就是冒犯统治者 冒犯统治者 这五个字啊 其实 或许 可以拿来 作为 理解 这个题目的 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但是 这似乎是一个 很容易被 弄混的开始 或者是 故意诱打的开始 冒犯统治者 学生应该很快的 就会联想到 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 是当时候 政府因为 外交的局势的困顿 所以 刻意去 停办选举 那民间 党外人士觉得 这件事情 是对于人权的一种 一种压抑 所以他们去抗议 当然这个抗议 当然是冒犯统治者 那第二个 228事件 228事件 也有一点 冒犯统治者 228事件 我们一般解释 就是一种族群的 一种冲突 或文化的 一种隔阂 那尤其 当时候 战后的台湾人 面对所谓的 接收及 接收 这种外省人的 这种粗暴的行为 当时候 在民间 有个叫狗去猪来 的这样的一种 理解 或者是这种 所谓的 slogan 或者是 大家都这么说 或标题 跟那个报纸的标题 狗 当然日本狗 猪就中国猪 对不对 表示他们很贪婪 那这个 当然有没有 冒犯统治者 当然也有 但是如果 停在这里的时候 似乎我们就 找不到一个 比较好的答案 因为这个讯息 似乎有可能 是个开始 但也可能 是个杂讯 那有几个点 似乎可以 让我们觉得 B C 跟猪 是可以讨论 譬如说 这个图 图上的 这个警察 当然他穿着 西式的 这种制服 所以台湾民主国 就不用说 台湾民主国 还是穿着 清朝的服装 那 有趣的是 他是配件 他不是警棍 或配枪 那228事件 跟美丽岛事件 应该是 警棍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那出子之外的话 就是绳子 还有草笼 这些都不是战后 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吧 我们现在应该是 手铐吧 好 那还有一个点 也可以谈 就是总统制 228事件 跟美丽岛事件 台湾都 中华民国进入 宪政时期 其实都是总统 并没有反对总统 倒是 配件 绳子 炒龙 跟反对 对于总统制的 这种反弹 似乎是日本统治 时期 荒民化 那你 当然 所以他说 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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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上跟下 如果是宪法的话 总统是 民主时代 人民的公谱 怎么会有不进罪 不进有上下的关系 可是黄民化 就是大家都是 天皇的子民 是他的下属 或者是他的孩子 当然你冒犯他就不进 所以透过这样子 来理解的话 你是不是能找到 这个时代的特色 这时代的特色 不只是一种 所谓的 这种 集权统治而已 他还有一种 身份上的 身份上的一种 上下的关系 好 那我们还可以来解一题 这一题也可以看出 时代的特色 第一个 某时期新建的 教堂内的浮雕 浮雕把魔鬼描绘成是 手持钱贷的人 反映那个时代 教会对金钱 或商业的看法 教会反对 借贷取习的行为 在商业 商品上强调 公道价格 这最可能发生 在哪一个时期 好 那 西当然是答案 但是怎么去判断 这个答案呢 怎么去凸显 时代的特色 其实从这个提干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时代有几个 有趣的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 第一个点 很明显 就是所谓 反对借贷取习 也就是它其实是对于民间的这种消费啊 或者是借贷的一种 一种提出的一种反动 但是A选项说 罗马帝国晚期政府不断提高货物的税收 这个是征税 这不是借贷取习啊 所以它不是商业行为 所以A就可以取消掉 那如果是金钱跟商业的话 中古早期没有商业 它是封建社会 是是 所以商业要中古中期以后 或后期才会兴盛 好 那更重要 它是反对借贷取习嘛 那偏偏租这选项里面 它讲的以工作致富 荣耀上帝 应该是宗教改革的新教 新教是肯定商业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西了 也就是西这个时代有个特色 它也是天主教所统治的时代 那天主教基本上是禁欲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说 富人上天堂如同骆驼穿针孔 所以他们对于金钱商业 基本上是反对的 也因为他们有一种亚裔 或者是道德管控的这种诉求 所以面对当时候欣喜的 这商人阶级 当然就会有种种种种的线索 所以西是教会对于这种行为 的一种反弹或批判 所以西是最好的 好 接着我们要来谈变迁 变迁这个概念 刚刚有提到 时序与变迁是历史的两大基本概念 那变迁他认为万物 其实不见得是线性 它可能是一种波浪 或者是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历史学家很喜欢处理 把时间放得比较长 举个例子 他觉得今天的你跟昨天 你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什么改变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有些变有些没变 所以变迁也会连带处理 延续这个概念 看起来两者是矛盾 但是他却是共存 那第三个要去谈的就是说 他其实这个变情 不是一个事情的发生 它常常是一种事态的转变 所以历史的改变 是一种事态的改变 不是说一个事情 就事件发生就带动的改变 事件的发生 其实是我们去识别的事态 改变的一个好的标志 它很可能是结果 不见得是原因 所以变迁往往是一个 长而缓慢而不易变绝的 变绝的过程 所以它会连带的会跟时序结合 因为时序常会处理不同时期 那这个时期跟时期不一样 当然就变迁嘛 所以运用这个概念 学生他在思考变迁或改变的模式 常常会问什么在改变 如何改变 改变很多还是很少 那里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值得谈的就是 改变发生在哪里啊 其实改变有可能发生在A 同时候的A而没有出现在B 那有些变有些不变 那到底谁的改变是有意义 而这个意义常常是在未来决定 也就是之后变与不变当中 有一个变成主流了 也就是它变成未来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看出变的意义 有可能这个变是临时的或短暂 那它就不是变迁 变迁是比较属于常时期 甚至不可逆的 也就是它是个趋势 所以变迁它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个事件 或转捩点这么简单 它是个趋势 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是很难去断 哪时候开始哪时候结束 或哪时候转捩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谈 但是你我们要接受说 很多种不同的谈法 只要你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所以重要的是变化的意义 那在不同的主题跟概念下 就会出现不同的意义 也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去观察变迁很重要的点 那变迁在这一次指考 其实我找了很久 就110的指考里面 只有找到一题 而且还是非选择题 那我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读 就是说或许出题的教授 他们对于这历史的概念 或历史的素养有不同的看法 那的确就时序 或许是最常用 就是时代的特色最常用 所以他会考很多很多 那相对来讲 那相对来讲 变迁就考得比较少 或者是找不到适合的资料吧 好 我们来念一下题目 以下是两则关于八到九世纪间 唐后期长安和变州的资料 资料讲 唐代白居易师描述长安 百千家市围棋局 十二切如种菜息 城内官署 道观 佛市民房市集分区而立 格局方正 区外有方围绕 方上有门 稽查出路 日出而起 日入而闭 道贼萧小无处藏身 方林皆道 街道笔直通达 资料语 变州 地处黄河与运河之交 唐代王健勇变州诗云 草市银江或金桥碎海商 水门向晚 茶商闹 桥市通宵酒客行 虽然街道问乱 方强轻毁 但城市活动热络 比较同时期的 长安与变州 从城市空间的区化 跟管理角度来看 两者是要反映唐后期 何种城市 制度的变化 当然这是考不变迁 那从这讯息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 资料价是笔直的 也就是仿式 是分离的 明确 那资料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价似乎就不太一样 那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找到解题的关键 改变常常在主题之间的 不同的方向 也就是 它是同个时间 它是八到九世纪 同个时间 但是都是城市 但是两个不同的城市 两个不同城市里面 资料价仿墙很稳固 资料价却出现了什么 诶 仿墙轻毁的现象 那资料里面 似乎又谈到 晚上的贸易 有没有 水门向晚 还有一个 乔市通宵 这些都是夜间活动 夜间的商业活动 所以更代表的是 也出现了两种变化 那这两种变化 这代表是什么变化 这是临时的 还是个趋势呢 当然 唐后期接的就是宋 宋 基本上仿市制度是破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资料已的变周的现象 似乎已经预告 未来释仿制度 松动的一个开始 这就是意义之所在 这就是变迁 不知道这样的解读 大家是不是更了解 所谓的变迁 也比较了解变迁的意义是什么 接着我们要来谈另外一个 比较 有争议的概念 叫神路 神路的概念 我们先谈 他为什么会有争议 因为有些人认为 不可能神路 有些人认为神路有他的困难 当然现在的讨论 似乎有一些新的突破 好 我们先来谈 什么叫神路 也就是 我们常常用批判的角度 来看历史 那这种批判的角度 有几个假定 就是人类都是一样的 那因为你跟他一样 所以你觉得你做得到 别人为什么做不到 那常常就是现在的优越 古人比较笨 或者古人比较野蛮 古人很落后 那这些都是忽略的筋骨之不同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是神路概念 要特别去反思的点 就是他为了反思 过去就是过去 或者我们再讲一遍 就是过去就是个陌生的国度 他跟我们不一样 你不能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神路概念认为 过去的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本来就非常跟现在人不同 所以面对过去的历史 不可以现在想当难尔的思考模式 来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行为 信仰跟价值 神路基本上是对所谓的 现在主义的反动 现在主义就是用现在的观点 去看过去 那这个是比较自我的看法 这是一 第二个 神路会比较进入心灵 他比较不像是进入 那个时候的行为或制度 他比较想要问的是 内心世界 你的感受 你的心态 你的信仰 你的价值 这就是神路比较有争议性的点 那因为过去人的眼光不同 但是我们往往留下的资料 常常都是比较表象的 那就算是有 也比较个别的 我怎么去看到一个时代的 共同的信念价值 或心态 所以神路的理解 他需要一点想象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出现了一些 大家不同的看法 那这看法里面 当然就会有关系到 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譬如说 我们体会过去的人们 我们去了解他 我们没法去分享 但是好像可以感受 也就第一个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 过去人是奇怪的 过去人他会这样做 他会这样想 一定有他的理由 好 那在这里面当中 我们又提到的感受 感受 似乎是不太容易感受的 那感受有几个前提要谈 就是我如何能够去获得 别人的感受 那最近的一些大脑科学 渐渐的或许去支持这个看法 他觉得从小孩子 婴幼儿的时候 他就很在意大人的感受 所以我们都说 要让孩子聪明 就要去逗他 那你去逗他 的时候小孩会有反应 那如果你又有反应 他就会更高兴 因为他在乎你的感受 所以人是一种 社会性的动物 这似乎已经是比较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感受我如何能获得别人 或了解别人的感受 那在这个 有一点类似心理学家 或者是哲学家 很有名就是Lacom 他说这个叫主体坚信 就是A知道 B怎么去想C 所以大家知道 他有好多个主体 对不对 我可以去了解 你怎么去想 比如说 当孩子 比如说成绩很不好 然后很害怕交成绩单 然后你要他给家长签名的时候 他会很害怕流下眼泪 所以老师知道 孩子可以怎么去想象 爸爸妈妈怎么看待他的成绩 这样就是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人 这就是所谓的神鹿 你又不是他 大家应该都会马上想到 那个庄子跟惠子在桥上 你只焉鱼 焉之鱼之乐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你也可以当作是个哲学思辨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入到神鹿里面 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观点 不同的主体 怎么互相的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那这一个点 是现在一个 很值得讨论的点 很值得讨论的点 当然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刚刚提到大脑科学开始关心这个点 似乎越来越支持说 人的脑是可以做得到 那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不跟大家讨论这个 第二个点就是说 尤其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家渐渐开始发现 情绪才是最重要 也就是疫情 其实看起来不是懒意或不懒意 不是那二分法 是中间的紧张恐惧与害怕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这段是日子 不管国内外 常常都有很多情绪性的暴力事件 枪杀案或冲突案 其实你说这跟疫情无关 或许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氛围下的产物 那神怒以往一直被人家拿来检讨 或者是拿来讨论 就是他是不是就同情 那如何能同情 首先第一个 他其实是理解不是接纳 不是合理合法或合理 或者是认同他 这个是两件事 那第二件事当然就刚刚提的 就是说如何能够同情 举个例子 大屠杀 这个应该是在历史界 应该叫困难之事 因为这很难理解 就我怎么一个人可以坏到这样 而且是集体大屠杀 我不仅面对大屠杀现象 我不仅无法去理解杀人的那个人 或者是被杀的那个人 我们可能知道很恐惧 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很暴力 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于是 神怒当然不是一个无端的同情 或无端的理解 他基本上他是一定要建构在 或依赖在所谓分后的史料 透过史料所建构的理解 那他不是一个情感性的包容 所以刚刚谈的问题 似乎要在阅读这类的资料里面 我们才能够去试着去解读 才能够去讨论 神怒是否真的能够进入那时候的心理 所以他并不见得有标准答案的 他很可能是种功利 好 那讲这么多 或许我们就来举一题来看吧 在110指考第十四题 罗马政治家西塞罗 以狮子和狐狸代表来比喻暴力与欺诈 认为两者都是野兽手段 人类因不屑为之 但文艺复兴学者马基维利却主张 政治领袖 若想追求权势荣耀和民生 必要时 虚模仿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来形式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现象 那这一题会成为神怒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他的选项 他的选项 其实他就是认为文艺复兴的学者 就是喜欢这样去理解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先分两段 他这个解题当然有策略 就策略来讲 当然有一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也就是 西塞罗里面讲的就是 他是讨厌狮子跟狐狸 可是马基维利似乎认为 狮子跟狐狸所代表的这种行为 似乎有他的必要性 所以B是错 他没有一位继承 他是批判的事 那西塞罗跟马基维利 如果西塞罗是身处政治动荡 跟马基维利是一样的 但是马基维利是不是跟西塞罗认同主张 当然不是啊 因为西塞罗是基本上是讨厌狮子跟狐狸 可是马基维利认为必要 其实光啊 光先不神路 就阅读就可以解题了 当然你还是要懂一下 当时候的时代背景 好那我们试着 从神路来解 从神路来解的话 就是说 文艺复兴时期 我们都讲他先仿古 但是仿古是为了创新啊 那仿古的过程里面 他所仿的古不是中古 而是上古 也就是古典 但是仿的这个古典的这一个古典 他似乎有一点心意 因为时空不同 有点心意 那这一个当然他是新观点啊 新观点 就是说我们的教科书 或者没有讲的那么那么的仔细 为了要去更神路 那个文艺复兴时候人的想法 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文艺复兴 怎么去谈笑这件事 那他的笑跟古典 苏格拉底啊 这些 谈笑有哪里不同 好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谈笑呢 因为我们马上就会想到 蒙娜丽莎的微笑 达文西的作品 那达文西的作品 是不是也是那时候 大家关心 就是微笑 笑这件事 那其实 欧洲人 似乎不太喜欢笑 古典时一苏格拉底 就说我们不希望 城邦的监护人太爱笑 经常情况笑 他认为这个笑似乎是 不好的 失常的 似乎被检讨的 那中世纪 当然是教会基督教 垄断的时候 当然他是希望 能够压抑情绪 就算在文 绘画上 也是愁苦的 或面无表情的 那那时候的圣本读啊 的清规第五四条 就不要喜爱 毫无节制 或者是欢闹 喧腾的狂笑 狂笑当然是被禁止的 所以笑这件事情 似乎是可以检讨 那我们就举一个 人文主义者 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者 叫维沃斯 Viverse 他在灵魂的情绪 这本书里面就谈到 笑来是心脏扩大到 胸部没有办法控制 导致出现大笑欢喜 甚至疯狂的情况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 当然这个可以看出 当时候的医学 或生理的知识 它不见得是正确 但是他们是这么认为 笑是生理的现象 是因为心脏扩大 所以忍才会这样 所以他不能被谴责 那甚至他还鼓励 尤其像蒙娜丽莎 这种灵魂的微笑 适度的喜悦 或者是愉快 以及欢乐 都帮助身体 洗清心脏的血液 使我们更健康 他说笑就是心脏扩大 心脏扩大就会带动血液循环 那时候的人已经有这种 那种体循环的观点 所以当你微笑 是不是也会微微的心脏扩大 来帮助洗净心脏的血液 促进健康 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看法 那这看法是不是 跟古典作品不太一样呢 所以我们 我想我再用这一个例子 来让大家 更可以去体会所谓 不同的时期 就有不同的想法 观点 信念 这个神路的观点 好的 接着我们就要来谈 因果咯 因果 这个概念 其实在很多学科都有 所以说它是被视作 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几乎任何学科 由于社会科学 最喜欢谈因果 甚至有因必有果 宗教也讲这个因果 对不对 佛教有因果概念 因地果还生 六祖谈经 那因果还有另外一个 就像柯南也谈因果 对不对 很多事情一定 一定有个原因 或者一定有个结果 类似这样 但是历史的因果 是很反直觉的 也就是它不是 你讲的那个因果 那学生其实都是带着 日常生活的因果 进入课堂的 所以所有历史现象 都一定有因果 这个句话是要讨论的 那甚至第二个观点 也会被拿出来讨论 就是检讨 历史试验的发生 是慢慢累积的 就是像我们一般讲的 叫做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骆驼一直在背稻草 最后一根让它垮 所以哪一个事件 就是急转直下的关键 它就是原因 所以常常会用什么导火线 类似这样子的问法 所以它就会驱使我们去问 原因就去找事件 但是事件事实乎是表面 事件会发生 常常是已经有 好多个条件已经形成了 那个才是原因吧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因果 所以从刚刚的谈法 大家或许应该懂 历史的因果 似乎是很多种 所以很多种就是 不同的史家 应该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 所以因果是种解释 那它是种理解 事情会发生的一种解释 那有些人常会分类 像政治经济社会 当然这是比较社会科学 或者远因精英导火线 这些历史学者为了要去给读者理解 它也会用 但是它并不是历史学最独特的因果概念 因果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线性一样 就一二三这样一直跌跌跌跌跌上去的 它也很可能是波浪或者是它很可能是个系统 然后在这个互相激荡当中有一个扮演很主要的一个主导的角色 所以刚刚讲的都是解释 也就是我解释这个场域 大家怎么去互动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面当中 因果就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解释方法 就是没有它就不会发生 过去的这个场域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作个系统 它有很多个要素 那每个要素不见得每个影响力都是一样 它可能会互相激荡 在这个激荡里面 好 缺少某些要素 我们所要阐述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这就是最主要的因果 但是这种关系会因为你问的问题 或角度不同 因果关系就会不一样 所以因果不是摆好在那里 它是史学家建构出来的 它不是不正知名的 那也就是史学家要去把过去的这个现场 它要去重新建构 建构出它的意义的网络 然后知道哪一条线 或哪一道力量 是最重要 推动所有事件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因果它不是事件 它是种解释 它是编织意义网络下的一种促进 事态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题 我们如何来运用刚刚谈的历史概念 来去解题 如果我们要用因果这个概念来解题的时候 因果它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其中之一是因果是历史学家 在建构过去所编织意义网络下 发现一个因素或世代的发展 没有它就不会发生事情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所谓幕府拒绝朝贡体制 这个是重要的原因呢 大家来看 第一个 德川幕府常常就是很希望强调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合法性当然就是代表说 它是独立的 它不是依附于谁 所以说朝贡体制当然就是要臣服于中国 那甚至这个有一种上下的关系 这就不是独立了 这就是代表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依附于你 或者是需要你来肯定的 这才叫朝贡 好 那第二个 他很喜欢或者是很多人喜欢跟他讲一统天下 代表他不只认为他是肯定 而且他是个霸权 那我们从几件事情可以来看 譬如说我们在谈台湾史的时候就有提到 德川幕府就曾经要来 来所谓招服台湾这个高沙国 所以他的确他有想要经营台湾 甚至他还跟明朝发生朝鲜的战争嘛 所以 这个一统天下来作为德川幕府 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证据 那这里面当中我们来解释他为什么不跟中国发生正式关系 当然他不想要成为附属 他想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的个体 所以B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好的原因 也是关键的原因 我想透过这样子的解释 大家应该可以去理解这个所谓的因果概念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要来谈证据了 证据是关键概念 什么叫关键概念 就历史学一定要有证据啊 所以他让历史学成为可能 如果他没有证据 我们谈过去很可能就是想象 可能就是文学啦 可能就是幻想啦 甚至有可能虚构的 所以有很多历史怎么可以不能没有证据 而且这个证据是透过历史的方法去建构出来的 或者是发现的 或者是找到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跟现在的很多学问不太一样 现在很多学问或许我们大家都目击着 可是历史历史我们都不是目击着 对你我都不是啊 读者或者是史学家都不是目击着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讲的过去是真的比较有可能的过去呢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史料 也就是所谓的证据 那透过证据才能建构过去的图像 但是啊 证据不是单纯的证据 这什么意思 证据不会说话 你要去把那个证据里面的前因后果 或者是你之所以把它当作证据 也要讲清楚 也就是你要去解释 所以证据其实是一种解释 很可能 不同的观点 看同样的史料会不一样 那证据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有可能是一种文本 有可能是痕迹 有可能是文物 有可能是记录 那证据要能成为证据是因为有一个问题 证据摆在那里 其实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很可能就那时候的时空脉络下的产物 但是有可能我们提了个问题的时候 一些无关的东西就变成亮起来 就变成证据了 所以证据是因为有好问题才能变成证据 那这是第一个观点 那资料常常都是在我们问问题之前 他或者是阅读之前 他早就存在了 所以说 你用的谁的资料 就很重要 他真的可以来解答这个问题 他有这个资格吗 所以是谁创造的 或者是他何时被创造 谁跟何时是两个问题 那两个都很重要 谁就是他是不是当事人 或者当事的相关者 或者是厉害团体 不然的话 他如果跟着无关 为什么要听他的意见 第二个他是哪时候 他是当时候的 还是事后的 还是之前的 时间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 能成为证据的一个条件与理由 那再来就是说 有些证据似乎是有益的 也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历史很重要 所以他要留给后人 关于他 或者是相关事情的一个证据 那很多人也都在写历史 他就在记载他所知道的 那时候的事情 或想要影响别人去认识 那时候的事情 所以作者或创作者的 有意识或无意识 或者是他的目的 隐藏的或显心的目的 都是我们在运用文本 使用证据进行解释 不能忽略的点 所以听起来大家发现 证据真的不是件 不是件同意的事啊 他有好多个附属的一些指概念 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高中生似乎不用学到那么复杂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的考题 也觉得说没有那么的复杂 那证据啊 基本上是历史学之所以能成立的中心啊 透过证据的使用才能让历史啊 变得可能 所以来源啊 就史料的来源啊 不只是简单或 简单的正确或不正确 其实有时候 当时候感觉上很不正确 就是不符合那时候的意见的 反而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去把这些 好像冲突矛盾 或者是彼此可以互相 来支持的 来怎样说一个故事 那我们要说一个故事 他绝对不能只有几个资料 一定要回到那个时代脉络 所以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 来龙去脉 然后来了解那时候的环境 世界观 所以 他不是对或错或好或坏 当然可能是透过好多个 然后我们来去捕捉拼贴 甚至想象连结 就算我没有亲眼目击 我很可能会看到 比过去的人还要更多 因为我们在后面 那可能当时候的 没有考虑到还有其他人的 其他证据 但是我们或许都看得到 所以找资料 问好问题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史学家 要必备的能力 那在这个他去找资料里面 他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可以作为证据 这个这个就是 就是史学家 你可以说品位或能力不同 所呈现出来 他会找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历史是一个建议 不够的学问 他是有功力的 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好那我们来谈证据 证据的概念里面 我们用指考第17题 一份考古报告指出雷措 这云林的卖寥 遗址出土的文物丰富 有史前桃片 青花池片 印桃瓦片 玛瑙珠 铁器丰富的海贝 以及鹿 还有所谓羊 牛猪等兽骨 而以鹿骨最多 遗址年代 约距今五四零到三四零年间推测因数 猫而肝文化 学者根据文物的内容推断这个文化与中国有交流 支持学者的看法主要依据是什么 我们刚刚有提到 证据可以是遗迹 这些就可能是遗迹 那你要了解那个时代 所以他那个时代 那很重要就是问题 他的问题是 怎么看得出来 这一个所谓的雷措 的遗址跟中国有交流 这个就是问题 你如何证明 那拿出证据 那当然他跟中国有交流 当然最好 以台湾来讲 就是有看到中国的东西 那有几个点 我们可以来看 第一个点就是 他是跟中国有交流 以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时间 时间是距离现在 距离现在当然就是 诶 我21世纪 540到340 那你们再回推 诶 都可以知道 他应该是明朝 那明朝很重要的 当然 诶 是清华词吧 清华词是明朝一个很重要的文物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一个 就可以来判断 诶 这个清华词 他不是随便各个时代都有的 是个明朝 就是这个时间点 来作为台湾跟中国交流一个很好的证据 所以证据需要符合当时候的环境跟世界观 好了 那接着我们要来谈介遇了 谢谢各位伙伴 大概我们应该有经过两个小时 那我们再做从结语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个历史不是只是记录过去 它是有纪律与加法的学问 那它就是历史素养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要去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说今天历史素养命题 要能成为一个学习的标的 就是它要有个历史素养 那历史素养不是说很喜欢关心过去 很喜欢读古书 素养它是一种浅尝的能力 但是浅尝能力要讲历史素养 是历史这个学科啊 它不知不觉经过日积月累 形成了一套方法 就是它这个学问的方法 所以我叫纪律与加法 这个才叫历史素养 那教导学生去历史素养 是要他们从过去资源库当中 来面对现在未来 这当然讲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 要引导学生学会 就是说刚刚我们有提到 历史是面对过去 它无法面对现在的未来 所以我们需要转向 那转向不太可能 是用过去的事实嘛 唐朝人种田的方法适合现在 大家想说这怎么 唐朝人读书的方法适合现在 唐朝人的作为 有很多很可能跟我们这时代都无关 或者是跟或者被我们这时代都淘汰 但是他们有没有 我们去发现或去建构唐朝人的这个 生活样貌的这种方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拿来去想象或者是去推测 现在与未来我们遇到的事情 它很可能会怎么发生 这就是我们教历史素养的目的 那透过我们今天来谈历史素养的命题 它有个命题 命题就是它是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里面它要成为题目 那最好的题目或最重要的题目 当然是升学考试的题目 所以我从升学考试的题目来告诉你说 是的它符合这样的理论 所以历史素养是可行的 是存在的 甚至可以运用 它可以展现的 而且它的规则是这样 那大体上来讲 我们把历史素养分为两类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阅读 还有历史概念 那在这里面当中阅读又有细分 就是说解构文本的规则 跟所谓的促进学生学习的策略 那历史概念就分为 神路变迁证据 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那个因果 失序 那最后解题技巧 是在于你能不能掌握素养 历史素养的这背后的规则 你要能够掌握住 那不是说懂很多关键 懂很多事实 或者是会去猜测关键词 这些当然也是可以 就解题来讲 但是如果我们要谈历史素养 它应该是有方法有策略 而不是临时性的 侥幸的 或者是删去法的 虽然说就解题来讲 它是要的 但是它不是历史 它是一种得高分的一种策略而已 好的 那我就把这一个题目 就这样透过两小时 来跟大家分析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更重要的是 其实它还是可以实做的 也就是我们透过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怎么自己来面提 这个当然就是实做 没有办法透过线上 或者是时间不够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 我是北市建国中学庄德仁老师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各位